今天我们讲Outline VPN Outline也是一个VPN 走的是SS协议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是最纯粹的通过VPN来实现 接入自由 看到墙外的世界 其他的VPN包括OpenVPN、WireGuard 更多的是办公场景 就是局域网的Site to Site的融合等等一些 首先我们来看该项目源于谷歌 我们看一下它的官方网站 叫GetOutline.org 复制 我们来大致的浏览一下这个Outline网站 Outline有几个好处 一个是它支持中文 网站本身就支持中文 这个应用程序也支持中文 而且它是谷歌的项目 它是从应该两三年前吧 就开始是我最早用的这个VPN 也是相当的稳定 好 我们来看啊 首先 VPN 绑封锁 这个 很容易理解 VPN能够 防范一些极为复杂的封锁形式 包括DNS IP封锁 等等 那么也是它网站上 也是它网站上 为什么要选择Outline的这个 一个一个 主要的 一个 作用就是防封锁 第二个呢 Outline的管理器呢 它可以上规模 就是这个Outline 搭建好以后 你不光可以一个人用 可以给 你可以向数百个用户 提供服务器的防风权限 从而为他们提供支持 对吧 你一个人用 五个人用 几百个人用 都可以 还有呢 就是控制 Outline可以让你完全 完全控制自己的服务器 这个控制不是说你通过命令行去控制 而是通过它的这个 管理 管理端的客户端程序 借助Outline管理 你可以 为通过 客户端访问的 每一位 用户 设置流量限制 包括 每个人 最多用多少流量 多少机流量 一个月 你都可以控制 你都可以控制 那么这个就是 相当好的 那这个截图呢 就是这个 管理端的这个界面 Outline manager 好 我们首先来 我们首先来 开始 可以上规模 易控制 都是它的特点 很方便 然后呢 它是两个产品 一个是 服务器端控制 第二个呢 是客户端接入 那么 服务器端呢 就是这个Outline manager 你首先要安装 这个Outline manager 然后呢 再通过Outline的 这个客户端 去介入 好 我们 接下来安装 Outline manager 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 那么 如果你们是要下载呢 就点 开始使用 获取Outline管理器 然后这里根据你的 还是Windows 还是Linux 还是MacOS 就进入下载 我这里已经下载好 Windows的版本了 我们来安装一下 Outline manager 一共72兆 这个文件 我们想运行此文件吗 好 运行 正在安装 正在安装 请稍候 请稍候 Outline manager 安装好了 那么 根据他的提示 我已阅读并理解服务条款 好 点确定 然后呢 他会问你 你是安装在Digital Ocean 这个VPS上呢 还是Google Cloud呢 还是AWS呢 还是其他 那我们装在甲骨文云上面 那就是其他了 点这里 安装 在Linux Liquid Web上做确实过 简单易用 实际上也就是一行代码 点安装 然后请按照下说明 在Linux服务器上安装Outline 登录你的服务器 然后运行下面的命令 好 我们来登录一下我们的服务器 我们来登录一台我们的 甲骨文云服务器 我这里是用 Party Open Ubuntu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台甲骨文云的服务器 然后 来 这一行命令给它复制起来 复制 好 粘贴 从速度开始 好 回车 好 verify that docker is installed not installed would you like to install docker this will c yes 那就是要安装 docker yes 好 它就开始安装docker了 installing docker 好 稍等 服务器正在安装 好 让它这里安装的时候 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dbt 我们现在在这一步 服务器端控制 正在安装 那装好服务器端以后呢 登录你的服务器执行这行命令 然后执行完以后 将安装脚本输出的结果 粘贴到这里 安装脚本执行完以后 它会有一行 输出的结果 我们把它 粘贴到这里 然后 两个产品协同工作 就是 我们先要把管理器装起来 就是这个 manager 刚才下载并安装管理器 根据管理器的提示 在服务器上安装并运行服务 我们看一下服务运行是怎么样 installing docker 还在还在安装 docker 点点点 然后 安装完以后 整个安装完以后 它就会生成访问密 服务器架设完毕以后 你便可以通过outline的管理器 生成唯一的访问密 这里OKOK了 OKOK 安装结果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印贴到这里 就是这个绿色的 这个块 从这里一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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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 复制 Ctrl V 看一下对不对 好 点击完成 这个时候导入进来成功了以后 我们就要创建密钥 以共享访问权限 先加新密钥 下一步 避免超额使用流量 可以设置 好 现在有一个密钥 然后可以增加很多访问密钥 那我们来安装一下这个客户端 好 我们看到 我们安装好的这个outline的客户端程序 就这样子 那我们到管理端 把这个密钥 复制过来 这里有一个 分享 然后复制访问密钥 客户端程序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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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然后点连接 好 当这个 出现绿色的时候 说明已连接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 youtube页面 youtube页面 连上了outline以后呢 我们又可以愉快的上网了 包括google youtube 我们都可以 非常ok了 打开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utline-manager 连上以后 当你不再使用 因为它是全局代理 不再使用的时候 你就点 断开连接 它变成灰色的 就等于断开了 当你需要连接的时候 你点击连接 变成绿色的 它就 连上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outline-manager 这边会显示 你过去30天 已经用了多少 NB的流量 目前已经分配了多少个密钥 这些信息 还有每一个密钥 对应的用户 用了多少流量 都可以显示 也是非常直观 非常方便的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这个outline的优缺点 那么outline呢 对于各个设备平台 基本都支持 Windows电脑 Mac 苹果电脑 安卓手机 iPhone iOS的这个手机 都支持 都可以到相应的应用商店 但是肯定是在 那个美国区的 这个苹果商店 包括安卓 肯定是在那个 Play Store 下载 加上搜索 outline 它都能找到 相应的app 对于路由器的支持呢 似乎没有openvpn 和wideguide的方便 openvpn的配置文件 和wideguide的配置文件 导入openwrt的路由器 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支持 openwrt 这个软路由 那么openvpn和wideguide都很方便 好 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 就是说 作为一个提示 小tips 如果是你的服务器端 安装完了 这个 安装代码以后呢 如果有防火墙的限制 可以尝试执行这一行 代码 打开所有的端口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在留言区 交流你的想法 谢谢 谢谢